美國流感疫情在全國大爆發 在疫情總災區之一加波士頓 不少家長都帶著子女到健康中心打流感針 當地由去年10月起 流感患者有近700人 是去年同期價10倍 為了控制疫情 市政府免費為居民注射流感疫苗 而在紐約州 流感疫情惡化近2萬人染病 是去年同期價4倍 州長科目宣布進入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又呼籲民眾盡快接種流感疫苗 在緊急狀態下 藥劑師可以在未來1個月 為6個月大到18歲的人注射流感疫苗 不過美國疾病控制及預防中心承認 疫苗有效性只有6成2 而求診假病人數目持續增加 流感疫苗開始供不應求 當地最大流感疫苗供應商出現缺貨情況 香港歡頻電視機架金營報導